这是一台非常小巧的显卡物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张可以随时随地移动的独立显卡 只不过它的体积真的很迷你 就拿这罐500毫升的啤酒来作为参照物 能够明显的感受到轻薄的尺寸 应该是我目前见过的最小的显卡拓展物了 但是它的性能其实也很不错 差不多能和RX60XT相当 基本上能够满足目前主流的游戏需求了 这就是来自于GPD的显卡拓展物 GPD-G1能通过Uib4接口连接任何配置的雷电三 雷电是和Uib4接口的轻薄本或者迷你主机上使用 在兼容性上还是非常友好的 在外观上给人的第一感受就是轻薄 重量只有0.92公斤 拿在手里就像一个大容量的充电宝一样 虽然轻薄但是依然选择将电源设备器内置 有一个240W的氮化钾电源实线 供电只需要连接普通的煤化电源线机 可我是真的没有办法容忍一个砖头大小的电源设备器的场景出现的 在机口上给的还是比较丰富的 有两个DP电视 一个SDMI 2.1 SD卡槽 和三个Uib3.2 A口 还有GPT设备专属的OKU Link 以及一个Uib4接口 如果你有GPT自家的设备的话 可以直接连接这个接口 在贷款上并没有损失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支持热沙巴和充电 而Uib4几乎在英特尔的设备中都可以使用 但是因为只有40Gbps的贷款 所以会损失一部分性能 但是我觉得相比较兼容性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接下来我们看看具体的性能表现到底如何 在硬件规格上 这款相关我内置了一个MD760XT 这是一款基于亚丁三架构的GPU 有32个计算单元和8G GDR6显存 最高120W的功耗 实测连接在Uib4接口上 它的3DMark中的Time Spy跑分8加871 新版娱乐大叔得分31.7万分 我这代mini主机的CPU是英特尔的i792-650s 显卡性能的提升可以用暴涨来形容 对于游戏上的体现简直天差地别 我测试了这款游戏具体的表现 大家可以看一下会有更直观的感受 我们下载的课程中 我做的 有些食用 有些食用 味噌 食用 最后来总结一下 GPTG目前预售价格是3899 我知道肯定会有人觉得 这种东西很鸡肋 有这个钱我为什么不直接买一台正儿八经的游戏本 或者干脆直接买一张4070 其实这种显卡屋虽然比较小众 目标用户也很狭窄 但确实有它存在的意义 它的移动性便捷程度是很多人都需要的 有了这款显卡屋可以随时随地的 在各种支持UiB4的设备上玩游戏 相信会搓中很多人的痛点 整体上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东西 小众的代价肯定是很贵 所以如果是你会选择买这种 显卡拓展屋吗 好 好 好